我来面试 总裁你好 我来面试 怎么是你啊 何有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就你 可拉到别吹牛了 你这个人啊 最大的毛病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来 看看我的名片 你好好看看 看清楚了 我是不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看 你少得咋打了呀 哎呀 对了明晓 哎呀不对啊 你怎么要跑出来面试来了 你不是说你这辈子都不会打工的吗 那不是跟你离婚以后 没钱花了吗 那么多钱你都花完了 咱俩离婚我可是净身出户 所有之前的东西都留给你了 你也太能揍了吧 孩子上学不得花钱啊 我们娘俩不得吃喝拉撒呀 当初我说把孩子给我 你就是不听 我最起码每个月还有几千块钱的工资吧 你呢 既没工作 还带孩子 那怎么生活嘛 所以我才出来找工作来了呀 哎呀不说这些了 赶紧面试吧 直接给我通过吧 想得没 面试又不是过家家 那就面试改相亲 你有神经病吧你 我这是公司啊 又不是咖啡馆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啊 哎 你要是看上我公司门口那 那个保安大爷啊 我可以撮合你们在一起 嗯嗯嗯嗯 何有理 你损不损呀 我告诉你啊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咱们俩已经离婚了 不可能在一起了 哎呦 我有筹码 筹码 什么意思啊 你经营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起早贪黑 总得有个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吧 我有秘书和宝补 你说的这些 他们都能给我办了 秘书人家是来上班的 总不能24小时全程都给你服务吧 还有保姆那是外人 但我是内人 外人哪有内人体贴呀 你现在就是外人 别打岔 听我说文啊 孩子是不是不能缺少父爱 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是不是也离不开父亲 既然是为了孩子 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奉 我可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啊 真的吗老公 是不是 我还没有说但是呢 说说说说说 第一 我每天下班回到家以后 必须要吃到热乎饭 我亲自端给你吃 喂你吃都行 第二 我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以后 你别三块两块的给我零花钱 你大花点行不行 一天给我十块 我跟你二十 你这么一说 这两点你都同意了 同意 同意 但是咱们要签一封协议 试用期三个月 你要是做的照顾满意的话 我就给你付空 你要是不满意 我立马开除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已经做出让步了 你还要试用我三个月 你是不是在侮辱我 我得先看到你的诚意啊 哼 我看你就是有钱了 故意侮辱我 让我难堪 不好意思啊 这是公司的规定啊 劝一边的规定 我劝你不要蹬鼻子上脸 你干什么你松开 走跟我走 干什么去 民政局复婚 走 快点 别追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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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